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创世纪 朋友们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个机会相聚在云端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 在创世纪中与主相遇 在我们的分享中我将会带领大家读新一本的经文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创世纪第十章的信息 在上一讲我们分享了上帝与洪水过后 出了方舟的挪亚 他的一家和所有的动物立约 以及接着经文记载了挪亚醉酒后发生的事 神在其中在在地显明 他那不计前嫌的永约之恩之后 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 创世纪第十章整章经文都在列举挪亚三个儿子 闪、韩和亚福的后代 和他们所定居的地区与发展 当我们读这章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充其量是读过去 然后就进入下一章的内容 大概不多弟兄姐妹会停下来 稍微思想 这章经文到底要传达什么信息呢? 有什么教导我的内容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观察 这章经文的一些重要描述 首先 作者以一个相反的次序 来记载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 一序是亚福、韩和闪 这种倒序的写作技巧 不单总结了洪水之后 人类的繁衍和发展 都是按着上帝对人起初的应许和祝福的 要生养众多变满全地 所以当下人分散居住在各地 同时也借由将长子闪的家谱 放在三兄弟家谱的最后一位 来铺陈并预备 在这张经文之后的文本发展舞台 就好像他为第十一章 十到二十六节 聚焦在陕的后代 以及紧接着的第十二章 对陕的后代亚伯兰的拣选 这新的主题开展搭了一座桥 类似的写作技巧 之前在创世纪第四到五章 对该隐和赛特的描述中 我们也看到了 其次让我们来一个一个观察 这一张挪亚儿子们的家谱 第三个儿子 也就是小儿子 亚伯的后代 在十章五节提到 他们都分散居住在沿海的土地 和岛屿上 随自己的方言和宗族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 作者借着对亚伯后代 简单的描述 单纯的聚焦于 这体现了上帝 最初对人的应许 祝福和心意 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接着描述的是 第二个儿子 韩的后代 特别的是 第十章这份家谱里 第二个儿子 韩的家谱 描述篇幅最大 从第六节到第二十节 在这大段的描述中 包含了两大段 主要的特别描述 第一段是第八到十二节 对宁禄的描述 他是韩的大儿子 古时所生的儿子 除了三次提到 他是个勇士 是一个英勇的猎人 第十节进一步的说到 他的王国 开始于好几个地方 包括巴别 而这些地方都在 士拿地 他更是尼尼威等 几座大城的建造者 因此 对宁禄的记载 事实上交代了 士拿地的巴别 和尼尼威的起源 不单是与接下去的 第十一章巴别塔事件连结 士拿地和尼尼威 在将来往后 南国犹大被掳的事上 也是罪恶和敌对 上帝子民的所在 第二段 十章十五到十九节 聚焦的是 韩的小儿子 迦南 先是提到了迦南 是迦南地各族群的先祖 也就是将来 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 所面对的迦南人 多是源自于 韩的小儿子迦南的后代 这包括了西顿人 赫人 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和西卫人等等 我们在往后就约 书卷里面都可以看到 这些熟悉的族群 不但如此 第十九节也证实了 这些族群所散居的地方 对当时的读者来说 是在他们所熟悉的 迦南地范围里的 例如从西顿 到基拉尔 再到加萨 又到索多玛 这些都是在迦南地上的城市 在接下来 主掌时期的先祖历史当中 耳熟能详的城市 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前一章 也就是在第九章中 挪亚的二儿子韩 特别是韩的小儿子迦南 才刚刚被咒诅 在这里又被凸显出来 可想而知 作者希望 借着这段家谱的记载 进一步地 向当时第一首读者 介绍他们 尽应许之地 将要面对的敌人 就是迦南人的起源 最后 在挪亚的家谱中 描述的是大儿子 在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里 除了提到 陕的后代所住的地区 以及他们都随着 自己的方言和宗族 住在自己的国土中之外 在陕的后代中 特别被提到的是 陕的曾孙西伯 第二十五节说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世人就分散了 这可能暗示着 下一章一开始的 巴别塔事件 大约发生的时候 就是法勒在世的时候 这为下一章的信息 铺了路 我们都知道 在下一章所提到的 巴别塔事件 结果是上帝变乱 人的口音 以至于人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再能够透过沟通 合力建造 抵挡上帝 宣扬自己的名 的巴别塔 然而在前一章 第十章 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 结束的时候 都一致的提及 他们都按着自己的方言 和宗族分散在各地 这样的信息 很清楚向我们写明 第十章和十一章 一到九节 在发生次序上 是明显是倒置的 因为十一章一节说 那时全世界 只有一种语言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作者为什么要倒置 这两段经文的顺序呢? 究竟这样的倒置 有什么目的呢? 首先在九章二十九节 提到 挪亚活了九百五十年 死了 接着 讲第十章的家谱 这是很自然的 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样的衔接 可以让读者 看见生命的传承 然而把第十一章 一到九节 巴别塔事件 挪到了家谱之后 则是为了要聚焦 让读者 将巴别塔事件 所造成的极大的悲 和紧接下来十一章 十节到十二章 所提到的 亚伯兰的拣选 联系在一起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 上帝绝不误事 上一讲我们提到 挪亚自己在出方舟 上帝与他立约之后 发生了醉酒赤身这件事 也正如上面我们提到 第十章的家谱乃是 第十一章巴别塔后的结果 这都让我们看见 在上帝与人的约当中 人身为人 人身为人是何等的软弱 挪亚发生了糗事 而洪水后的人们 也就是挪亚的后代 聚集起来 不想分散 要传扬自己的名 然而 上帝绝不误事 他在挪亚之约当中 重新声明的 是人要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的命令 就在第十章 挪亚后代的家谱中 实现了 在第十章的家谱中 我们不单看见 生命的传承 看见上帝赐福给他们 生养众多 更看见人照着上帝的心意 变满全地 上帝绝不误事 他成就应许 超越人的软弱和不足 在这家谱中 我们也同时看见 挪亚的后代中 即便是英勇的宁禄 或是迦南的众多后代 所形成的迦南族群 上帝在此 就已经预示他的子民 他们将来的仇敌的缘起 并且清楚地 让属神的儿女知道 上帝掌权 身为他儿女的我们 知道他掌管明天 因此面对未知的将来 我们不害怕 我们能够笃定地 靠着我们的天父上帝 一步一步地向前行 朋友和弟兄姐妹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们是否有时候 因着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而灰心丧之呢 我们是否因着不能掌握的未来 或是眼前艰巨的挑战 而忧心忡忡呢 透过这张经文我们知道 我们虽然不完全 但我们的阿爸天父 却是不误事的上帝 我们在面对一些 现实生活处境的时候 我们可能搞砸我们的计划 或令爱我们的人 伤心失望 在现今变幻莫测的时代中 特别是后疫情时代 许多人都面对生活 工作和经济上 重重的挑战 朋友们 心中的无奈 害怕和无助 唯有来到 只为关心我们的上帝面前 他将成就我们所不能的 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 胜过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一步一步踏实地向前迈进 弟兄姐妹 让我们回转到上帝面前 转眼仰望他 他不误事 他掌权 他必成就他的应许 赐下够用的恩典 引导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称颂你 因你是万有的主宰 你不但创造了万有 你也掌管了历史 感谢你在这段经文中 让我们看见 你成就了你的应许 你也向你的儿女们 显明你掌管未来 主啊 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未知 甚或是许多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主啊 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寻求你 求你不看我们的不足 超越我们的软弱 显明你的带领 让我们因着投靠你 精力得胜 满有力量和勇气地 面对每一天 感谢你 你不误事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阿们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 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